民主實踐不是非黑即白 世界上不同國家的民眾對民主的看法有什麼不同呢? 今天我們來看看兩個制度差異非常大的國家 中國和美國 亞德雷德大學的中國研究學者高麥波 在中國江西一個農村長大 他向SBS Examines表示 西方的傳媒、學者甚至商人 都認為中國沒有民主 是獨裁、威權政體 而他現在已經不再看新聞 高麥波說 他有留意外面的人談論中國 他們太過偏頗 當中很多人很有見地 但其實也有很多人是大錯特錯 他說澳洲很多評論員 從未接觸中國 但就自以為很了解中國 民主聯盟基金會一項調查發現 中國大陸有八成三的仇方者相信 自己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 那究竟中國民眾是怎樣理解民主的呢? 高麥波教授表示 中國除了共產黨作為執政黨 還有八個參政黨 這種被稱為實質民主 或者協商民主 高麥波說 這些政黨不能在正式的民主體制下競爭 但他們在作出決策 以及向高層決策者提供反饋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 他提到 可能有人會說 這樣是形式主義 其實中共想怎樣就怎樣 理論上說沒錯 有時也是事實 但通常中共都會聽取他們的意見 這個就是協商民主的一種說法 至於實質民主 高教授就以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例 指這個立法機關 是有各級選舉 高麥波說 所有的法律和法例 中共的決策者制定之後 需要在人大通過 當然有人說 肯定是要舉手通過 否則會被懲處 某程度上都沒錯 但它都是一種形式 有時也有效 他認為中國有著大量的人口 和複雜的社會 因此無法複製勢民主 如果實施 中國可能面臨分裂 而他又相信 民主和自由是不同 他很喜歡並享受個人的自由 因此他選擇留在澳洲 保護個人自由的國家 與此同時 烏龍港大學的 福利系教授華格納表示 經濟學人智庫的排名顯示 美國的制度 被評為有缺陷的民主 排名遠低於 通常被視為 同等民主程度的國家 他指民眾對制度的信任 是一個健康的民主 所必要的元素 但美國兩極分化的政治文化 造成了嚴重撕裂 令美國面臨憲政倒退 華格納說 民眾越是理解政客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 就越會削減對美國憲政制度的長期信任 此舉也侵蝕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他舉例說 國會的保守派團體 和讓美國再次偉大之類的運動 都造成了政黨派系分裂 在種族主義、移民上的分歧 對性小眾權利、墮胎權、 學校教育的質疑等等 這些社會兩極分化 都造成了目前美國民主制度 比起15或30年前 信任到低很多的情況 華格納教授對美國民主的學術研究 又看到哪些方面 和美國民眾的觀點是不同的呢 華格納說 大部分美國人 仍然對他們自己版本的民主歷史感到自豪 美國的民主發展故事很輝煌 但過去幾十年有很多問題被提出 因而顛覆了很多 對美式民主更深提供的認知 令到這個國家太起身 不再好似很多人 曾經想像這樣如英雄一般 隨著今年作為全球選舉年 創紀錄的選民投下選票 大家對民主的看法 仍在持續改變之中